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黄锦龙师傅马上教你做 大平在吃鱼的时候 煎 煮 煮 煎 准 对不对 烤 你今天居然教我们卤 卤的 怎么会用卤的方法来做这样子 而且是用 晴鱼 晴鱼我们叫 明南话叫 花菲 所以像这样子的 它就比较有点像是一夜干这样子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一般像我们市面上买过的 它有一点一点点的盐巴去汁过 薄盐 薄盐 对 薄盐这样子处理 有的是新鲜的 新鲜的那个做法也不太一样 虽然它 腥味重 跟秋刀一样 算是一个很补 很好的一个鱼 对不对 而且它的油脂非常地多 没错 好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因为其实买回来的话 现在已经很多市面上很多这种 你帮你切好 但是因为它还是有点小刺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排都是刺 因为你现在看到这边变色 证明这边是鱼肚子 鱼肚 那鱼肚子它就会了要 保护这个鱼肚子 它就必须要有一些刺在这边 才可以撑得住 那我们怎么把这一个刺去掉呢 这边我教大家解释 就是你刀子稍微从这个刺这边稍微卡住 沿着它的那个 有颜色的那个位置 对 稍微找到鱼股的地方 顺着这样子把刀这样子下进去 你看我这样子就可以把这边的刺 尽量就把它整个拉起拉下 我说真的 因为这个花啡很好吃轻 但是有时候吃 你在嘴巴还要去把那个刺挑出来 对 是有点就是不舒服 你看我这样子 尽量就可以把这个细刺 就把它整个把它 就起来了 对 然后你这边顺便要一起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一个 它这边有一个棋的地方 这个也要拿起来 就连后面的这个棋 一起把它拿掉了 试试在这上面了 了解了 对 这一片就是很干净 了解 你第一次操作 你可能没那么有把握 你再拿手指慢慢地去感受一下 还有没有 有 就稍微挑一下 就挑一根 一两根这样挑出来 对 然后你就可以 这个大小 我们大概依它的大小切成三到四块 你看我这样切一块 切断 对 就把它切断下来 来 这边再小块一点 没关系 好 这样子 因为它有左右两边 一边大 一边小 OK 好 那我再放回来 因为待会要教大家来烹调它 它有很多 所以要做几个小动作 让它待会在煎的时候可以 在锅子里面烧煮的时间可以延长 不然你这样直接下去煎再烧煮 你可能就变得鱼松了 都散掉了 好 怎么做呢 第一个 白胡椒粉先撒一点 撒一点白胡椒粉 对 稍微的胡椒粉 因为它本身已经有薄盐在上面了 再来第二个就是 在煎之前沾上地瓜粉 沾上地瓜粉是一个保护它 而且可以烧煮的时间的一个动作 对 那怎么沾呢 就是 来 这样子 一块一块这样两边沾 对 这样子 薄薄的一下就好了 薄薄的就好了 对 沾着 OK 好 你看 龙师傅他沾的时候 真的就是正反 一丝一丝 那算沾到就好了 对 他也没有 不用压 鞭什么东西 把它沾得满满的 对 不用去压它 就这样薄薄的 而且它会带一个酥脆的口感在上面 是 带在烧的时候 鱼肉它的完整度才会够 对 好 接下来就是要来煎这个鱼 是 煎完 我让鱼先下去煎 煎的时候再来做一个 其他的动作 对 再来做其他的 好 煎鱼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要 一气呵成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煎鱼 来 也是用少许的油 油 谢谢 少许的油 这个温度你也不要说 怕它没有熟 会焦掉什么的 你就是油下去 有点温度的时候 就要下去了 就要下去了 因为这个已经有用醃漬 醃漬它表示已经有熟成 对 所以你不要说 但它不到全熟 对 它有一点点 就是一叶干 一叶干 内径它会有一点点 醃漬后的一两分的熟 对 你看 这皮放 要皮面先放 对 因为皮面的油很多 你看每一块鱼肉下去了以后 它会稍微这样的收 乳起来一下 对 如果你没有皮面下去的话 我告诉你这个 它到时候 乳 会乳得更严重 对 你看我这样子 好 这个就不用理会它了 OK 好 小火慢慢处理它 对 那接下来我这是 因为我这个要做一个 比较有酸甜口味 是 那因为太多红黄椒甜椒 那我做一个就是 用番茄来烧它 好 这是一个台菜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用番茄烧 那个什么大明虾 或烧龍虾 是 而且要有两种不同的番茄 两种番茄 这个是圣女 对 小番茄 圣女小番茄就是一开二 一开二 全会处理成这样子 那这一边 看到这样没有 绿绿的 绿绿 有沒有 切成块状 黑式 但是这样子的 它那个酸甜的那种效果 会来的风味更好 如果你没有买到Okiya 你就买牛番茄 牛番茄也可以 对 它就是大番茄 小番茄 小番茄 同时来使用 对 两个番茄 然后再来就是 准备一个就是 罐头的凤梨 新鲜也可以 但是罐头凤梨 因为它的汤汁另外有一个 要有一个地方 然后当然是有一个洋葱 来做一个调味 对 那我教大家先来调这个酱汁 这个酱汁很重要 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罐头凤梨的凤梨汤 凤梨汁 对 凤梨汁 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 不放番茄酱的 一个糖醋口味 然后再来先把这个叫米豆酱 这米豆酱先放进来 就是我们来蒸鱼的时候 对 米豆醬 米豆酱 对 米豆酱先放进来 那再来 这里面因为都是液体 所以我们不放砂糖 放蜂蜜 对 蜂蜜 它本身取代了甜度 对不对 但是它有浓稠的效果 为什么要用蜂蜜 因为你知道 回忆它的味道比较重 我蜂蜜跟这个酱汁放下去之后 它的味道会 就可以把那个腥味稍微 盖过去一点点 而且很柔顺 然后还有大量的凤梨 还有那个像番茄在里面 然后在这个蜂蜜它到时候 会有一点浓稠的那种感觉在上面 好 好 OK 好 两匙 两匙就够了 两匙就够了 好 我们先放在旁边 这个酱汁先把它调起来 是 如果我没有那个凤梨的水 对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般的水 就用一般的水 那好 那一般的水 它就没有那个凤梨的那个 本身那个酸的那个味道 你需不需要去多加一点点糖 或者是白醋去 或者柠檬汁去修饰它 你这时候就是在水果的部分 可能像柠檬汁 或者是用像调味品 用白醋或者甚至味醂 再去调 对 但是去弥补 没有那个凤梨那个 湯汁的那个效果 你看我们这样煎的是很漂亮 这颜色就是很漂亮 对 因为这个回忆也是我们 真的是在宜蘭那边 南方澳那边是很多 是 你看 颜色很漂亮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就二话不说了 因为另外一面已经 在这面定型之后 我就可以 因为旁边还有些位置 就把这个洋葱 放进来 OK 利用空的地方 对 尽量用空的地方 因为鱼油也都釋放出来了 是 因为洋葱也是让它稍微有点 带一点这个 蔬果的甜味在里面 重点就是 番茄 这番茄就是一定要利用它这个锅子的热度 OK 然后它的那个 番茄的切烘素要有油的带动 它才能够充分地釋放出来 对 好这个就围在旁边 因为我做菜就是喜欢这样 我们就在家里 像妈妈很简单 一锅就把它完成 是 那番茄待会它预热 它切烘素出来之后 它的一些番茄的一些营养素 它的汤汁 这里面汤汁就出来了 了解 对 把那个番茄煮到糊化 对 糊化 取代那个番茄酱 它的那个效果 对不对 对 它的果胶可以釋放出来 是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汤汁又出来了 那番茄的汤汁又出来了 所以这个火就是 你就不用怕它烧焦 我会先把这个甜豆 因为甜豆也是需要一点的油脂 去带动它 是 所以也要先下去 用来配色的 配色的 然后增加一些丰富的口感 对 而且它 它也吃起来会脆脆的 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汤汁很特别 好好的酱汁 对 里面就是 有凤梨的汁 有蜂蜜 还有这个米豆酱 对 我这放进来了 好 整个下去 就是这样烧 这个稍微让它稍微 汤汁再多一点点 然后再去烧一下 对 让它稍微有点 是 对 所以说 所以不用煮到全部干 不用 但一点点薄薄的汤汁 对 好 所以你看这个鱼就是慢慢地 会吸这个汤汁上来 是 因为它有粉 所以那个汤会慢慢地浓缩 这个时候 凤梨就可以稍微下去了 好 凤梨 凤梨差不多 就是它有个比例 不要也不要太多 差不多了 那我这边准备先 先把番茄 就是这边烧的这个 你看 这个先把它放在底部 先放底 是 好香 而且这个汤汁 有蜂蜜的浓稠度在里面 是的 鱼肉 鱼肉 对 看来 这个真的是一个 这道算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水果菜 的一个做法 是 剩下最后一里露 对 画龙点睛 装饰一些 这个下去就不得了了 再放一个香菜上去 对 像这样子的那种 冬天吃到一道 这样子的料理 然后呢 颜色非常地缤纷 哇 漂亮极了 好吃的料理 来 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喔 苦茶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搭配鸡肉花椰菜和纽扣菇 能够让料理不油腻而且又开胃喔 好料 隆底家的黄锦隆师傅 马上教你做 苦茶油算是我们中式油瓶里面 比较好的油 它的这个第一个它是耐高温 第二个它在喷煮过程当中 它比较适合可以重复再使用 是 以前我记得那个老一辈 在农业社会那个时候 苦茶油还会 阿嬷 身上有伤口 对 稍微抹一下 甚至阿嬷那样做完菜了以后 苦茶油拿来以后 还弄头发 头发也会变得乌黑 对 小焦哥你可以闻一下 苦茶油闻起来会有一个 好像茶籽的味道 它有一个茶籽的味道 就是你不是闻起来会很舒服 但是它加热之后下去 味道真的很香 是 那我这边待会先来做苦茶的做法 但是这边 我今天准备两个肉 一个是鸡腿肉 去骨的防土鸡 鸡腿 切块 这个大块一点没关系 那一边是鸡翅 有两种不同的口感 好 这一个鸡腿肉 反正你就是把它改刀 切成一块一块的 要大一点 大块的鸡块 对 这样子的鸡块 一块一块的 好 另外这边我们就挑的是二截刺 二截刺 为了要让它熟得比较快一点 所以这边划一刀 有划一刀 你只有划这边这刀 只要划外面就可以了 只要划外面 因为这个里面它有两根骨头 我们只要在两根骨头 中间这个骨缝的这边划一刀 让它热穿透 它就可以熟得稍微比较快一点 对 好 就在我讲的过程当中 苦茶油倒进去了 但是会觉得说 怎么做一个茶油机 油要用那么多 这个油代表还可以 回来再可以再使用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为什么苦茶油那么贵 一瓶小小瓶要八九百块 他不是这样用一次就不用了 第一个是它的原料取得少 对 苦茶籽 苦茶籽它炸出这种冷压油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代表在炸的过程当中 它颜色还是会保持 刚刚我们看的金黄色 其他的油品在炸的过程当中 它油会老化 时间会老化 油会变得 就变盒色 变盒色 不然就很浓稠 那苦茶油是很特别的一个油品 那在过程当中 你看那个姜 它慢慢地 这也是苦茶油的一个特性 特色 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它会慢慢地这样 产生很多这样的泡泡 白泡泡 对 这是正常的 对 不是说刚好不小心 加了一些什么 有水 洗洁 对 然后你看一下 我蒜头也放进来了 好 那我这边火可以再稍微开搭一点 没关系 因为它很耐高温 它是一个最适合耐高温的 耐高温 对 冒烟点也高 对 发烟点就稍微很高 200多度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你千万不要说 怎么泡泡那么多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 老祖宗他们在用这个油在喷调 有他们的智慧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 你也没办法说 没有别的油 对啊 对 然后就是说用一次 像我们现在讲说 油是尽量不要再使用 是 是真的没错 但是苦茶油它的特色就是说 你可以再来回来使用 对 它颜色还是很漂亮 好 那我会把这个香菇 稍微放进去 一个蒜头香菇 姜 其实炸完的时候这个油会变得很香 对 这个油就非常地香 好 那再来 来 这个鸡肉 就放进来 直接放进来 也不用腌 不要腌 也不沾粉 都不能沾 直接进去 我们就是吃鸡肉这样的原味 原味 因为待会苦茶油的味道 进到鸡肉里面 你才知道说 原来苦茶油是这么好的一个 烹调油 所以说我今天在节目 要让大家去呈现 真的是一刀未捡 就是直接下去煮的 那待会调味也很简单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姜 好 你看这姜很快就已经 你看整个就卷曲起来了 非常快 不要搭搭 温度很高 这里面的温度很快 卷曲就看得出来了 对 对 已经煸到一个干干的效果了 对 不然一般来讲 麻油在炒老姜的话 你要慢慢煸 对 煸很久 再换来 这个都放进来 没关系 因为我这次要让这个油 骨叉的味道 进到这个肉里面去 然后待会我会再添加一些蔬菜 在里面 好 在这个炸的过程当中 你看看泡泡冒得细 然后冒得均匀 就证明这个苦茶油 它本身的成分非常地好 非常地棒 对 非常好 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锅在里面 就可以给它完成的 是 然后大家不要对苦茶油 一个迷思 说那个味道怎么那么 闻起来不舒服 还好 还好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你在热油的时候 你会闻到茶籽那样的味道 茶籽的味道 它也没有太排斥 不过你现在香菇 蒜头 进去了以后 它逐渐那些食物的香气 开始出来了以后 它就已经把茶籽的味道淡化掉了 对 整个味道淡化就出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 我会带一点蔬菜 这个也要炸 这个下去其实很好吃 好 所以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做 是 就是直接是可能要酸烫或水煮这样子 好 但这种做法是 比较 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这样翻 让大家是可以比较均匀的看去 对 好 慢慢的话 你看一下这样翻 天哪 听这个做法跟做盐酥鸡一样 做盐酥鸡 对不对 反正我挑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就老板你把它全部一起炸一炸 但是要有这样做法 你只能用苦茶油这样做 其他的油你下去做 到时候每个都吸油 油漏了 非常地油 非常地油 对 会吸油 好 所以我们要一直炸到 鸡肉完全熟 鸡肉熟上色 然后每个东西都上色 就是味道都已经熟了 不是只有熟了 还要上色 所以待会儿这个油会滤出来吗 小哥 你答对了 你是把油滤出来 还是把食物滤出来 把油滤出来 我等一下再把油再滤回 刚刚的这个 好 没有 这个还是要用原来的 用原来的这个 是 就是我们刚刚用什么装油 再滤回去那边 然后调味就在这里面调味 了解 订阅 追踪 开启小铃铛 锁定美味so much的YouTube 不仅可以学做菜 还可以得好康 所以你要证明给大家看 它还是原来的颜色 对 对不对 如果变成褐色 或者是不同的颜色 就把这段剪掉 表示这一罐油不纯 这样 你可以这样真的是可以试 它压力很大 是不是 当然 对 你告诉我们 它是颜色 我当然就放到个白盘上面 对不对 对 这个真的是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苦茶油 为什么会那么贵 它的所以然 对 不要说 我有时候去那个 香气去南部 去旅游团 他会带我们去看 卖茶油的工厂 是 然后他就叫我们买 叫我们买 然后我们为什么不会买 第一个会觉得太贵 是 第二个是你又没有做给我们吃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烹调 所以我就不会买 所以你现在做给大家吃了以后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购物的QR Code 没有 我是教大家 如果你有买 但是放在家里不知道怎么烹调 希望看了我们的节目 回去可以 拿出来 不要浪败掉了 这么好的油不要再放在那边 是 好 那我这边 这笔 蔬菜已经软了之后 就要把油倒出来 OK 压力很大 交给你帮我稍微 我这样看不到 到底油是什么颜色 对 有没有金黄色 目前还是金黄色 还是金黄 真的 是 过关 好 好 这里面再继续加热 OK 因为我要来调味 这油真的是 还是金黄 这个油的颜色 真的保持的状态 当然里面会有一些菜渣米 菜渣在里面 那是难免的 对 菜渣在里面 那只能说这个 这个过滤的这个肉勺 肉勺 孔洞太大了 对 好 然后这里面就是 让它再煎得焦香一点 是 这里面你调味很简单 就一样就好 盐巴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要 对 我要让大家就是可以吃到这种 食物该有的这些味道 所以不用胡椒 不要 盐巴就好了 好 因为以前 我相信以前在那个年代 在用茶油做菜那个年代 它没什么太多的调味料 盐巴 然后就是 米酒 你要撒均匀一点 撒均匀 撒均匀一点 对 这一小时够了 因为一小时就 它的味道就够了 它最多最多 你要让它有个 嗆香的味道出来 就是米酒再淋一下就可以了 OK 你看 真的好香 所以教哥要来一点米酒吗 来 米酒我们用瓶盖好了 好 用这边用一个小的这个 最后就是锅器要出来 是 黏着锅边 黏着米酒下去 对 整个香味太棒 香气 有骨清香的感觉就上来了 真的很香 好 这个也不急 就是 慢慢地 慢慢地把它挑出来好了 我们就 慢慢地把它一根一根挑出来 顺便也可以 对 摆个盘 然后里面有两种的肉 鸡腿 鸡翅 所以喜欢吃鸡腿的 小朋友就可以吃看看 喜欢吃翅膀啃的那种感觉 是 可以用一些翅膀 所以你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茶油门鸡 哦 我还以为要断肩断手呢 断肩断手 鸡翅 鸡翅鸡腿 对 就破解让大家对于这个 茶油做鸡肉的一个做法 没错 太棒了 除了告诉大家这个好的食材 还告诉大家好的料理 对 好 稍微慢慢地 因为这个肉都熟了 然后我这后面有留几块 带这个皮是金黄色的 把它放在上面 刚刚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剩下的 蔬菜 放上来香菇 姜片 然后这个 蒜头 香菇也用的是这个扭扣菇 扭扣菇就可以 对不对 然后这样 大小适中 哇 有没有 在油里面做出的一道菜 你一定没想到 而且还是营养健康的苦茶油 能够让油变回原来的颜色 好的食材 好的料理 来 上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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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